这绝对是我见过最变态的男人 总是抓来蛤蟆戏弄自己的姐姐 等蛤蟆没用后 就会放在水中将它活活淹死 纯纯的心理变态 男人名叫双一是一名高中生 不过他却并非普通人类 他拥有诅咒别人的能力 只要看见哪个同学比他帅 比他更讨女孩子欢心 那么这个人就会成为他诅咒的目标 这天夜晚 双一带着一个人偶来到深山中 随手挖了一个坑 将人偶埋了进去 结果第二天 班上同学黑山就离奇失踪 同学们开始议论纷纷 大家都觉得邱田是凶手 因为黑山在失踪的前一天 刚好和他打了一架 看着同学们一样的眼光 邱田瞬间慌了神 赶紧解释到和他没有关系 可惜同学们都没有注意到 这时的双一正在不远处音效 不久之后护灵员来到深山巡逻 发现了钉在树上的人偶 以为是哪个孩子的恶作剧 便没有放在心上 将人偶扯下来后便离开了 可他刚走没几步 又发现了埋在地上的人偶 这恶作剧怎么还没完没了呢 护灵员一边扯出人偶 一边破口大骂 可恶的熊孩子别让自己撞见 不然有他好果子吃 本以为今天的恶作剧到此就结束了 可在回去的路上 护灵员又有了新的发现 只见不远处的地上 露出一颗恐怖的人头 护灵员起初以为又是人偶 结果走近一看居然是真人 眼前的这一幕 将他吓得连连后退 而这人正是失踪的黑山 幸运的是黑山并无大碍 来到春天才有趣 不过他转头就有了新的目标 旁边三个同学正在聊得兴起 而文静的石板君却插不上什么话 于是他开始在脑中唤下 觉得石板君肯定不受另外两人的待见 他便趁着对方上厕所的机会提出帮他 说自己会给河川下诅咒帮他报仇 听此石板君一脸猛逼 不过双一一直以来都是神经细细的 他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可不久后意外来了 再一次刻上 双一拿出人偶用针不断戳着 而一旁的河川肚子立刻疼了起来 他向老师请假去厕所方便 可上完后厕所的门居然被锁上 无论怎样用力也推不开 教室内双一拿出一只蜘蛛丢在人偶身上 而河川的厕所上空 瞬间出现一只巨大蜘蛛 将他吓得不停惨叫 蜘蛛还张开大嘴吐出蛛丝 没有退路的河川只能在角落认蛛宰割 等到同学们发现他时 河川已经昏了过去 而那蛛丝不过是卫生纸而已 就在大家好奇到底是怎么回事时 双一却找上了石板军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的恶作剧 他还以此要挟让石板军给自己泄礼 可石板军根本就不怕他 直接当着众人的面质问他 为什么要整骨河川 双一怕出仇转身就逃 不过石板军这一举动 却让双一彻底恨上了他 于是一个新的整骨计划开始了 傍晚双一假装彩票人员 给石板军打去中奖电话 约他半夜去公园碰面 石板军满脸的无奈 一听就知道是双一在搞鬼 不过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还是如约来到公园 石板军等了许久 依旧不见双一的踪影 可就在他准备回家时 眼前却突然出现了一个长腿怪物 怪物提着长腿一蹶一拐地向他走来 石板军被吓得仓皇而逃 不知不觉间 他跑到了深山之中 就当他以为要完蛋时 怪物的腿突然被捕受器夹住 失去平衡的怪物向前倒去 长腿撞在树竿上被意外折断 怪物的头部被挂在半空 石板军鼓起勇气抬头一看 发现居然是双一在搞鬼 他刚准备破口大骂 结果双一恶人先告状 说他设下不受气陷害自己 而石板军告诉他 这是护灵园设下的陷阱 就是为了抓他这种喜欢恶作剧的人 说完便转身离去 看见石板军扔下自己不管 双一只能靠自己摆脱束缚 可装扮怪物的衣服被树枝砍 怎么都挣脱不了 就在这时护灵园出现 只见他双眼阴沉 面部严肃地向双一走来 而他手中还有一把巨大的斧头 他质问双一是不是一直在搞恶作剧 双一不敢承认 只能在半空中拼命求救 护灵园抓住机会 举起斧头向双一扔去 可惜准头差了一点 让双一活了下去 双一被吓得屁股尿流连忙求劳 危机关头幸亏他的哥哥及时赶到 才将他救了下来 在这世间哪有什么诅咒 不过是我们的极度心在作祟罢了 害人的是千万别做 不然小心哪天风水轮流 转落到自己头上